不管在过去初选当中 支持哪一位来的候选人 我想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攜手同心 下架民进党 傅昆奇曾被视为国民党挺郭派大将 今天他正式对外宣告 接任挺侯康全台后援总会 副会长兼总干事 接任后傅昆奇马不停蹄跑行程 今天上午11点多 首站到台中 中午到南投 紧接着南下高雄辅选 最后又前往屏东 近日从挺郭归队挺侯的 屏东县议长周点论 及其女儿周梦荣 突遭检方约谈并搜索处所 检方称 周点论妇女涉及郭台铭的 联署输会学案 26日凌晨 周点论被羁押近见 周梦荣则以50万元新台币交保 对此舆论质疑 这是绿营要压制周点论参与服选 并威胁郭台铭不要出来支持侯康佩 今天不少县市议会议长 特地召开记者会声援周点论 他们批评民进党当局 在政治操作 制造寒蝉效应 行径十分可耻 我觉得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十分的可耻 用司法介入政治这么的深的痕迹 我们所有政府议长都不可能会妥协 两方面应该接近了 他们才会使出这种奥婆 五五坡嘛 对不对 他也怕怕我们的郭台铭站出来 所以他就要打压这些人 绿营方面 民进党2024候选人赖清德万里老家 违建争议持续延烧 台媒爆料称 根据台监察部门财产申报资料 赖清德在2008年至2009年任职明代期间 仅申报了老家的土地 却没有申报该地有建筑物 引发质疑 声报财产的时候爆了这一块土地 但是明知道上面有一间这么豪华的维建 那你心不会虚有